请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提给江鹏代表 江代表您好 我们了解到您一毕业就投身到 FAST中国天眼的工程研制中 作为天眼建设的亲历者 其中一定有很多酸甜苦辣 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天眼的故事 谢谢 好 感谢这位记者提问 大家好 我是中国天眼总工程师江鹏 中国天眼全程是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简称FAST 是人民科学家南仁东先生提出 并推动建设的国家十一五 重大科技技术设施 他通过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 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可以在无线电波段搜索 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微弱信号 我初次见到这个望远镜的概念的时候 是在2009年 那是我博士毕业的前夕 我正处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FAST一则招聘信息 让我瞬间有了努力的方向 这台望远镜几乎满足了 我对一个传奇工程所有期待和设想 巨大的工程体量 超高的精度要求 极其特殊的工作方式 构成了工业领域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我毫不犹豫投类简历 并顺利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从此一头扎进贵州的大山深处 开启了与之相伴的十四年人生 记得初次 记得那是2010年 我们经历了一场 近乎灾难性的技术风险 就是锁网疲劳问题 由于发索的特殊工作方式 500米跨座锁网 经常要在球面和泡面之间频繁变化 导致拉索要长期承受 高达500兆帕的疲劳应力 是传统规范规定的2.5倍以上 这是全世界范围内 从未被实现过的钢索疲劳性能 当时台齿该挖工程已经开始 而上部结构 是因为锁疲劳问题迟迟不能定型 所以工程的急迫性 已经迫在眉睫了 于是艰苦的研制工作开始了 我们几乎针对 所有关键性的制索工艺进行改进 前年后后失败了近百次 经常全国各地 昼夜不停地进行各种实验和设施 历史两年 终于研制出适用于FARS的成品所结构 为望远镜2010落成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望远镜转入调试阶段之后 我开始接替南仁东先生 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 这又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FARS的全新设计理念 注定了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 经验可控赞考 我们必须建立 适用于FARS特殊工作方式的 测量控制方法体系 我带领团队 连续三个村节奋战在望远镜现场 印象最深刻的是19年的村节 在别人万家灯火的时候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 凌晨的三四点 我们团队的一个核心成员 为了保证项目的进度 甚至把怀有身孕的妻子 接到了现场照料 和我们一起过村节 要知道即便一架传统的望远镜 调试周期在国际上 都很少低于四年 而我们仅用时两年左右 就完成这架极其复杂系统调试任务 也可能真的是好事多磨 望远镜刚投入运行 就遇到了全球新冠疫情 团队又是长期的日月坚守 在三年的疫情期间 很好地保证了望远镜高效和稳定的运行 截至目前 FAS的发现的脉冲性数量 已经超过740核了 是同一时期 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 发现脉冲性总数了三倍以上 产生了一系列 就国际影响的科学成果 包括自然科学杂志评选的 2020年十大科学突破和发现 已经连续两年入选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回望过去 我仍然清晰记得 初次见到FAS的概念是 它对我深深的吸引力 我很幸运 遇到了能让我沉浸其中 编越清晰所有的传奇工程 时光仍然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在团队20年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把这看似天马行空的设想 落地为国之重器 我很骄傲 和我的伙伴们一起经历了 这样一个梦幻之旅 因为在我们意识里 这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过程 这其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体验 如果把我们的视线方向再调向未来 我想我们还要保持足够的清醒 正所谓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必须努力推进 先导镇的规划和建设 扎扎实实地再解决一些关键技术问题 不断地提升万年的性能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在日趋激烈的国境竞争背景下 保持FAS来之不易的领先优势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 表达我对中国天眼精神的感受 我们目光之所及 是星辰大海 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都是脚踏实地 好 谢谢大家